水里香 友善乐龄 幸福宝贝 敬老关怀活动 包括乡长叶明峰 议员陈淑慧 黄春林 村长赖清源 以及地方代表等来宾到场支持 在地村民踊跃出席 节目首先在主持人曲玉林馆长的带动下 长辈们笑得乐开怀 看舞蹈表演 年轻音乐 台上台下互动热络 带动现场气温 更重要的就是每一场的活动 还是有这些配角 这些配角就是我们的老长辈 他们愿意出席来共享盛举 让一场庆生会办得有声有色 每次公所来办活动 我们都会带了很多摩柴品 来跟我们老人会所有的会员同乐 我们本乡全部有12个老人站 今天我们是到了我们第二站 我们的丁坎春节目很丰富 奖品的很丰富 叶乡长进一步指出 有声乐林幸福宝贝是今年第二场次 相公所也会尽力支持老人会所有活动 这一次提供舞台转眼 现场摸菜以及宴请吃好料 就是希望老宝贝们活得有尊严以及健康 为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 有这个老人会就是要让老人活动的所在 社区也有一些关怀地 希望这些老人可以永远参加 台湾现在高龄社会 他们在吹出之宜 能够走出户外 结交朋友 让他们的未来 老人生活更有意义 今天有我们一些社团的舞蹈班们 借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会员这些 来做一些互动 以关怀 也感谢我们丁坎老人会 在特别来选择今天来举办 当天节目表演精彩热烈 首先由在地长辈们的竹乐鼓热身打头阵 紧接着文军舞蹈社等社团的表演 以及带动下 长辈们开心度过老人会的庆生活动 记者曾公佑水里香采访报道